短线战术紧抓超跌和消费 对于近期股指的一再下探 笔者认为市场正在构建底部区域的过程中 走势在未来会逐步明朗 因此投资者在当前的实战中 应采取谨慎但不胆怯主动但不忙动的操作思路 目前投资者在操作上仍需以防范风险为主 在近两个交易日中 两市九成以上个股收率 因此投资者应将控制仓位放在首位 仓位最多不能超过三成 但若出现大幅低开或大跌 投资者可介入薄反弹 另一方面 尽管股指均线仍呈空头排列 但以运行到小型下降通道的支撑线附近 从中长线的角度而言 市场筑底的可能性极大 预计10月后市场将有所回暖 稳健型投资者目前可以 风低布局低估值高成长个股 基金型投资者则可跟随市场热点快进快出 从近期弱势逞强的个股以及历史经验来看 前期超跌股以及大消费概念股 在未来一周内或许能为基金型投资者 带来一定的交易机会 经验表明市场进入筑底阶段后 超跌股的机会相对较好 在9月21日的大涨过程中 超跌股成为指数上涨的主要推动力 中国一众 华东数控等年内跌幅超过30%的个股 都在当天涨停 投资者可关注那些 未遭重大利空打击 但年内股价跌幅超过30% 市值小 业绩好的超跌股进行布局 本人看好生物医药和食品饮料等 大消费板块的短期机会 在近期的大盘震荡调整过程中 一批前期表现抗跌的消费类公司股价 也随之出现调整 估值水平进一步下降 接近甚至低于历史低点 一批具有绝对安全边际的消费类上市公司 迎来了买入的机会 特别是随着国庆节的来临 近期白酒等消费品涨价消息 开始密集出现 为相关个股带来了炒作 噱头 中线战术不忘估值与成长 短线机会尽管诱人 但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 其风险性和可操作性均难以把握 因此建议投资者还是从中长线角度出发 在弱势中选取那些股价便宜 前景可期的优质股进行逢低布局 目前A股市场的投资模式正在发生改变 从周期股买卖为主变为 以成长股淘金为主 依赖经济转型的力量 实现高成长的成长股尤为值得关注 在具体操作上可从以下两条线索着手 一是企业由工业投资向消费投资转型带来的投资机会 二是政府投资由铁公鸡投资转向弥生投资带来的机会 此中涉及医疗教育保障房 节能环保等多个环节 从长期来看 市场的整体环境将有较大改善 基本面的估值与盈利回归将成为市场直接的主导因素 基于业绩驱动的主流板块与价值低估的蓝筹个股机会较多 风险也较小 其中折价率偏高 同时预期价值上升的行业存在小幅溢价 但是预期价值上升的行业 以及折价空间较大 但内在价值基本稳定的行业中的便宜股最有投资价值 投资者不妨密切关注